爸妈花光家产旅游,却指望我来养老 我劝他们把一部分钱存在银行,以备不时之需 爸妈却觉得我是图他们的钱财,拒绝了我的提议 开始了满世界飞,到处潇洒的日子 三年后,他们把四百万挥霍一空,却转头来找我 要我收留他们,给他们养老 钱是我心软,收留了他们,可他们却反过来 伙同哥哥骗走了我的房产,让我流落街头 我在天桥底下被流氓欺辱死去 在睁眼时,我回到了爸妈旅行,结束找我的那天 云云,你现在住哪儿啊,我和你爸专门给你带了些特产,拿去给你尝尝 听到手机里传来的熟悉的声音,我晃了晃神 才发现自己竟然重生了,还回到了两年前 那时候爸妈也是给我打了通电话,说给我买了特产,要来看我 打小他们便没怎么关心我,这次旅游回来 却还记得给我带东西,当时我可感动,坏了 想也没想,就把小区的地址发给了老妈 毫无防备地让他们进了家门 以至于后面他们提出要在我家常住,我都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可是他们却联合了哥哥,霸占了我的房产和存款,把我赶出家门,让我流落街头,凄惨死去 老妈看我迟迟没有回话,以为是信号不好,声音提高又说了一遍 语气中已经有三分不耐烦,我听了她的声音,只感觉后背都在发凉 重来一辈子,我只想为自己而活,不会再为着这虚假的亲情,断送自己的性命 妈,我不在家呢,你把特产拿去给哥吧 嫂子和侄子肯定高兴,我妈声音顿了顿,半晌道 那你把地址和家门密码发给我,我在你家等你回来,还想要我大门密码 这是我可不会再那么傻 妈,我家里的锁不是那种密码锁的,需要钥匙,钥匙被我带出门了 你和我爸还是下次再来看我吧,你就说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吧 老妈的语气已经越发不耐,她笃定我肯定不敢拒绝,毕竟从小到大我很少忤逆她 妈,老板让我出差到外省,没有三五个月,我回不来呀 其实此时我正躺在客厅沙发上,想着一会儿就让人把家里的门换了 妈,不说呀,一会儿老板该骂我了,我没等老妈再说什么,就把手机挂了 设置成了飞行模式,又拿出备用手机,效率及高地联系了附近的装修公司 花了三万块钱,把门换了 最近治安不太安全,小姐姐要不要顺便安个监控 我们最近有活动,和门一起安装,可以打九折哦 按照前世的经验,我爸妈他们一定不会死心 安装的监控确实有备无患 嗯,就给我安那个最贵的,画面超轻,声音能听得超清楚的那种 我把东西收拾收拾,买了机票,跑到泰国度假去了 刚一下飞机,我把手机打开,这回换成我爸打来了 云云,爸爸妈妈身上没钱了,房子也卖了,实在没地方去了 你看你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要不把钥匙邮寄过来 我心里冷笑一声 当初你们要卖房的时候,我就反对 你们把房子卖了后,把钱一半给了哥,一半去旅游了 我劝你们存起来,你们还骂我是要贪你们的钱 现在钱花光了,无处可去了,又想到我这个女儿了 爸,哥那里不是也有房子吗 你们去找我哥呀,我爸吞吞吐吐道,你哥和你嫂子住得好好的 我们过去太打扰他们了,感情你们住过来,就不打扰我了 不对呀,你们从小不是和我说,生女儿没用 以后养老,还得靠儿子吗 现在你们老了,需要人养了,怎么又不靠我哥了 我妈正凑在手机旁听着,兴许是忍了很久了 听到这终于忍不住吼道,把你能耐了 你现在有出息了,有工作能买房子了 就不打算养我和你爸了 当初要不是我把你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大 供你上大学,你能有现在,听到这,我脸上寒意更重 当初我考上大学,妈妈却觉得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 想要我早早嫁人 要不是我哭着闹着说要读书,并且自己申请助学贷款 读书时半工半读,根本不可能上完大学 再说买房这事,当年我提出要买房时 我妈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她觉得买房是男人的事,我女孩子家买什么房 直接嫁一个有房有车的,不是更轻松吗 还威胁我说,如果要买房 他们一分钱也不会给我出 我本来就没想过他们能帮我什么 和他们说我准备买房了,也只是想得到家里人的祝福 可他们又说,家里把我养大了 我现在工作了,每个月要给家里两千的生活费 一直到我爸妈把家里的房子卖了 把钱给了我哥,还有他们自己出去旅游后 我才知道,我家不是没钱 他们只是觉得没必要把钱花在我身上 他们自己,还有我哥,我嫂子,我侄子 都比我更重要 妈,我说我回不去,你们没地方去,就去找我哥 说完,我把电话挂断,关机 我抬头看着这边的万里晴空,豁然开朗 这辈子,我定要好好的活 和这些烂人烂事说拜拜 我躺在酒店软乎乎的床上,想着前世的事 越发好奇,这一世爸妈如果真去找大哥了 大哥会让他们住进来吗 突然想起,之前大哥乔迁新居士 我送了他们家一台智能语音电视 还附带监控功能 当时嫂子还让我把监控功能打开 防止侄子拖拖摸摸打开电视看动画片 我尝试登录账号,发现竟然还没退出 监控画面里赫然是大哥家客厅 算算绞成,爸妈如果路上没有耽搁 现在应该也快到大哥家了吧 果不其然,大哥家的门铃很快就响了 此时只有嫂子在家,她正在房间休息 现在被人吵醒,从房间出来时脸色不太好看 谁呀,嫂子把门打开 就看到爸妈大包小包的出现在家门口 电视机正好携对着门口 监控里正好拍到这幕 平儿,是爸妈呀 老爸腼腆地朝嫂子笑了笑 我妈则不客气地挤过嫂子,走了进去 这些年,我妈和我嫂子表面上相敬如宾 但实际上谁也瞧不上谁 我孙儿呢,去哪儿了 嫂子在后面偷摸翻了个白眼 还能去哪儿呢,谁又你们二老闲 今天周二,小浩她肯定去幼儿园了呀 我妈的领导视察一样 看了看客厅,又去厨房看了看 不禁嫂子同意,又去了他们房间 嫂子当场就炸了 妈,那是我房间,你能不能别随便进 以前我在家时,我妈也是这样 不管我房门有没有上锁 她从不敲门,直接闯入 家里所有房间的钥匙她都有 嫂子自从嫁给大哥后 就从没和我妈完整住过一天 不然她肯定比我还受不了 谁知道你有没有让什么不三不四的人进来 我妈嘀咕着,以为嫂子没听到 可嫂子的脸当场黑了下来 她不是我,不会让着我妈 这些年被我割宠的,性子也越发娇气 妈,你说什么不三不四的人 我爸看势头不对,立刻站出来坐合适楼 把行李里带的东西翻了出来 铁儿别气,看我们这趟出门得好好 还有你们带了什么 这些年,他们用四百万去了很多国家旅行 我妈又是个爱享受的 去免税店里买了很多包包,化妆品,玩具啥的 不然也不至于短短三年 就把所有的钱都挥霍已空 嫂子看到这些,怒意才淡了些 开始热情地招待老爸老妈 大哥听说爸妈来家里了 提早下了班,接了浩浩回来 爸妈,你们这次回来准备待多久 下次准备去哪玩啊 大哥兴奋地拔了一只烤鸭腿 放进老妈的碗里 爸妈脸色有点怪怪的 还没说话,就听嫂子道 爸妈,我们准备得浩浩换幼儿园了 打算让他上双语幼儿园 就是还差一些钱 他们夫妻俩自从结婚后 张口向爸妈要钱的次数可太多了 他这话一出 在场的谁不知道他又是来要钱了 可是他们不知道 爸妈已经没钱了 连住酒店的钱都没有 老妈,平安,这幼儿园上哪不适上啊 经常换幼儿园,对孩子也不好 老爸附和着 大哥烤鸭也不吃了 脸也抽了下来 你们还说浩尔是你们心肝宝贝 现在让他上好的幼儿园都舍不得 爸妈,不是我说你们 你们有钱去国外到处旅游 怎么对自己家人就那么抠门呢 我看到这幕正喝着水 差点被枪到 大哥这话倒是说对了一半 爸妈是抠门 但是只对我这个女儿抠 对嫂子和侄子都爱无及乌 可谈不上抠门二字 他们怕不是忘了 爸妈旅游前 可是把一半房款给他们转了过去的 什么普通家庭能几百万说给就给的 但我们家那疼儿子 疼到入魔的二老是真给 老爸知道瞒不下去了 他这人也不擅长说谎 索性交代了 我们没钱了 这次来就是想说能不能助拧着 不然我们实在无处可去了 嫂子和大哥对视了一眼 大哥笑嘻嘻道 爸 你开玩笑吧 那可是好几百万呢 怎么可能说花了就花完了 嫂子 就是呢 妈 你要真没钱了 怎么有钱买那么多奢侈品 正是因为这三年到处飞 大手买 这钱才这么快没的呀 钱是我听爸妈说他们没钱了 也是很震惊 那可是四百万 三年就花光了 他们甚至没想过给自己留一点后路 不过他们说他们还年轻 还可以出去赚 所以我也就是怀了 但是我哥他似乎释怀不了 你们真的花光了 一分不剩 你们怎么这么败家呀 那可是四百万啊 三年就花没了 你们当初还不如全留给我呢 我爸一听 当即不高兴了 我们不也给你四百万了 你要实在不想我们住你这 就把四百万还给我 我们重新再买个房子去 我哥嫂一听说 爸妈要讨回四百万 觉得天都要他了 他们夫妻俩跑房间一合计 出来时 对爸妈的态度缓和了不少 我哥 爸 妈 你们想住就安心住 反正我这儿也不是没有空房 我嫂 是啊 浩浩他也想爷爷奶奶了 刚好你们可以多陪陪他 我是不相信我那恶毒哥嫂 是真的愿意让爸妈住进来的 定还藏着什么阴招 果不其然 他们刚安抚好爸妈 我哥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我没有接通 他打了好几个 然后是我嫂子打 他们见电话没打通 就给我发了短信 爸妈出事了 快来哥家 还以为我是傻子呢 以前我说不定真的会被框回去 但这辈子 我说什么也不想再爱着这家人了 晦气 大哥原本想能让爸妈住我那里 毕竟上辈子 就是他缩使爸妈住过来 再一步步侵吞我的房产的 他看怎么都联系不上我 想着我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 提前跑路了 很是不安 他们比起我 更不想和爸妈一起住 尤其是这些天 老妈和嫂子但凡凑一起 没有一天不吵架的 他越发烦躁 只能回公司 偷偷用内部渠道 查看我的房产地址 我哥是在房地产公司上班的 当初我买房子 他们都不赞成 也没出过一分力 所以我从没主动和他们说起 房子买在哪吐 我哥拿着我妈给的户口本 上面有我的身份证信息 他很快查到了 我的房子买在了哪 当他得知 我住在天郡一号小区时 脸色当即变了 目录震惊 毕竟那里的房价 一平十万以上 附近住的非富极贵 他万万想不到 一路拿着住学金的妹妹 买得起这里的房子 他查了好几遍 才确认自己没有查错 没错 我瞒着家里人 在网上做了博主 靠着带货直播 身家千万 只是前世太相信家里人 把房子和家底 都和爸妈说了 没想到却引狼入室 想起前世被骗的经历 我只想抽自己两巴掌 联系不上我 家里又闹得鸡飞狗跳 我哥不再等了 带着嫂嫂 我爸妈直接去了我的小区 还找了开锁匠 准备直接撬开我家的门 幸好我当初留了心眼 在门口安装了监控 我立刻打电话给物业 因为我是他们的贵宾业主 他们立刻派人过去处理 我爸妈和工作人员闹 说我是他们女儿 我的房子就是他们的房子 他们找人撬门 只是担心我的安全 不好意思 我们受业主委托 有义务保障业主的财产安全 如果你们执意要开锁 我们只能报警 告你们非法闯入 我没想到物业这么给力 说的话我很爱听 平时一年五位数的管理费 总算没白给 我爸妈哥嫂 在门口妈妈咧咧了好一会儿 最终还是被小区保安假日赶出去了 确保他们不会再回来后 物业给我发了微信 会报了下情况 下次他们再来 还是一样这么干 我嘱咐了句 转手给他发了一封大红包 物业收到红包 高兴的同意了 大哥的主意落空后 爸妈只能跟着他们回家 嫂子强忍着和爸妈他们助力一阵子 这段日子 家务活便落到了老妈头上 老爸是个不顶事的 家务方面完全一窍不通 只会帮到忙 嫂子明里暗里说 爸妈是吃闲饭的 老妈自尊心受不了 表面说愿意给大哥他们洗衣服做饭 包括接送小孩 嫂子的抱怨 这才少了些 我想起从前我在家时 老妈从未干过活 只会出一张嘴 说今天想吃什么了 让我去买菜来煮 一大家子的衣服也是我来洗 就这样 还经常被爸妈说是赔钱货 寒暑假只要不出去打工 就会被翻白眼 说吃闲饭 现在也终于轮到老妈 尝尝这个滋味了 爸妈把钱花完了 没钱买菜 只能伸手和大哥要钱 妈 我工资全都上交了 要钱你去找亭儿拿吧 大哥直接当甩手掌柜 家里的是他全然不管 我在监控里 看到老妈舔了一张老脸 去跟嫂子要钱 最后被冷嘲热讽了一番 才要到菜前 还要一大早出门去买菜 伺候这一大家子 真是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我在酒店叫了外卖 吃着炸鸡啤酒 看着大屏幕上的视频 只觉得他比连续去还精彩 晚上八点 大哥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 刚好碰到老妈和嫂子在吵架 起因是老妈去接我侄子时 带他吃冰淇淋 结果侄子吃坏了肚子 疼了一晚上 嫂子就指着老妈的鼻子骂 你这老东西 是想害死我宝贝儿子吗 他如果吃出了好歹 我要你尝命 但其实侄子也只是着了凉 他仗着有嫂子护着他 一个劲儿的在那里哭 说疼得上不了学了 要去吃好吃的 大哥平时最宠他这个儿子 听到老妈给侄子吃坏肚子 马上和嫂子统一战线 斥责我妈 我妈受了委屈 老爸又是个不顶用的 看老妈别人戳了鼻子骂 愣是一声不横 我不住这儿了 省得受你们的气 老妈一怒之下就想走人 老爸立刻拽住他 小声道 我们没钱了 不住儿子这儿 能住哪儿 老妈刚才也是被气昏了头 但嫂子一听到 他说不住了 当即喜笑颜开 行啊 那就走呗 自从爸妈住进来后 大哥就没过过几天安生日子 这一合计 也决定把爸妈送走 他把老爸扯到角落里 从钱包里抽了几张毛爷爷 塞到老爸手里 爸 你和我妈去附近找家酒店住 过几天 我再想办法接你们回来 老爸也说不住家里 这两个女人天天吵 拿了钱就去房间 把东西收拾了 老妈走之前 还冲嫂子翻了白眼 什么东西 我看到这都忍不住鼓掌了 这就叫做 恶人自有恶人魔 想当初大哥和嫂子交往时 我就和老妈说过 嫂子脾气不太好 因为当时我请嫂子吃饭时 我亲眼看到他 因为一件小事 就辱骂服务员 把人家小姑娘骂到哭 那时候我就心有余悸 回到家和老妈提了下 和老妈转头去和大哥告状 说我说嫂子坏话 直到现在 大哥和嫂子 还都不太代价我 大哥给老爸的钱并不多 但爸妈这几年享受惯了 一两百的并管不住 非要住大几百亿晚的星级酒店 不过三四天 钱都花光了 这期间 他们仍没有放弃联系我 他们联系不上我 也猜到我是故意在躲他们 一气之下 就在家族群里疯狂哀疼我 大晚上的 我被亲戚们的电话 打爆了手机 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原来他们在我们的家族微信群里 控诉我虐待他们 把他们赶出家门 Excuse 虐待他们的是嫂子 赶他们出门的是大哥才对吧 这也能扣我头上 我继续往下看 看到爸妈说 他们如何辛苦地把我拉扯大 谁知我毕业后 翅膀硬了 对他们不管不顾 俨然把我塑造成一个不孝女的形象 偏偏他们平日在亲戚们眼中 又是那种得体的夫妇 外人面前表现的都是24孝父母 所以大家都站在爸妈那头 指责我不孝 甚至有的打电话想来劝我 微信已经是99家 还有几十通未接来电 以及大几十条短信 都是来骂我的 我家族里还有一个当小网红的表妹 为了出风头 把微信群的聊天记录截图 发到网上 引发了热议 还有人去人肉我 不得不感叹互联网的强大 竟真有网友查到了我是谁 并把我的网名曝光 我在网上本身就有几百万的粉丝 刚好最近有一场带货直播 没想到我刚进直播间 就涌入了大批的路人 他们都不是我的粉丝 却一个个在我直播间辱骂我 说我吸干父母的血 却在网上粒粒着人设 说我这个人人品败坏 带的货都是假货 连对手公司也来踩一脚 蹭了热度 因为这件事 我的马甲彻底掉了 嫂子正上网购物 看到这条热搜 下巴肚精掉了 她拿着手机 震惊地找到大哥 这是你妹妹 因为我平时在家不修蝙蝠 从不打扮 也好几年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 后来入了直播带货这条赛道 就学了一手出神入化的化妆术 加上滤镜加持 和我线下看起来 确实差距有些大 所以他们一直没发现 大哥也很吃惊 眼中闪过一抹嫉妒 直播带货有多赚钱 他不是不知道 以前他也想过发展这门副业 但奈何怎么都搞不起来 而一直被他踩在脚底下的妹妹 却不声不响成了带货网红 他怎能不嫉妒 这段时间 我一直任由舆论发酵 公司要我出面解决 连一些合作的公司 都来找我要说法 因为我的个人问题 连带他们的产品质量受到质疑 我必须负责 但我始终没有发声 家族群里也没有回复过任何人的消息 我咨询了律师 他们建议我搜集掌握所有证据 务必一击击溃 我调取了高中毕业后 所有的银行流水 爸妈他们不是说 他们一直是富养女儿穷养吗 不是说给我买了房 结果我却翻脸不认人 把他们赶了出来 害他们无处可去吗 不是说我毕业后就当啃老族 无所事事 只会和家里人要钱吗 甚至污蔑我现在开的车 还是老男人包养我 给我出自买的吗 我把所有的证据都整理好 发一份到家族群里 在艾特那位小网红表妹 然后在个人账号上 出具了一份律师函 并把证据上传 上面有助学贷款 能证明大学四年的学费 都是我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 并且毕业后通过打工已经还清 大学四年期间 只有开学第一年 收到过来自爸妈的 一笔800元的生活费转账 其他的就没有了 还有就是我在上学期间 边读书边打工 一些公司给我发的工资流水 证明我在读书期间 根本不是靠吸爸妈的血 当什么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节 过花天酒地的日子 还有毕业后 我每个月给老妈转的2000生活费 我的车也是公司买给我的 再说房子 也是用我的公积金贷款和工资卡买的 和父母压根没有半毛钱关系 种种证据 彻底打脸了 之前那些辱骂我的亲戚和网友们 舆论开始朝我这边倒 表妹也在她的账号上 把之前的内容删了 给我发了道歉信 因为她是网上谣言的源头 被平台警告掉了等级 她气得和我舅妈告状 说都怪我爸妈 害她误会了 还被网爆 舅妈就在家族群里 不依不饶追着我爸妈骂 把他们骂得连手机都不敢看了 但凡是亲戚的电话 都拒接 所有一开始针对我的话 现在全部反弹回去 而我也趁着这波流量 又开了一场直播 带货金额直接冲到了榜一 合作接到手软 我爸妈的名声 在家族群里彻底臭了 他们原本以为 可以让亲戚们给我施压 逼我回来 现在我人没回来 他们反倒惹了一身心 没了钱 又没地方住 爸妈只能又回溜溜 跑回去找我大哥 他们刚进小区 就看到一对中年男女 抱着我侄子 他们不认识这对男女 以为我侄子是遇到人贩子了 当即和他们打了起来 嫂子赶来 都惊呆了 爸妈 你们在干什么 他叫的不是我爸妈 而是那对中年男女 我嫂子和我哥只领了证 没有办婚礼 所以一直以来 我爸妈压根没机会 见见这亲家 我爸妈起初还有些骚 误会一场 但很快 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们发现 这亲家就和儿子 住在一个小区 他们可知道 这小区房价三四百万一套 而亲家穷得很 家里都是种田的 要不是我哥是个中专生 我嫂子争气 读了个本科 我妈也不会同意他们在一起 但以他们家的情况 是不可能在这里买房的 我哥顶不住我妈闹 才说了实话 原来他们当初 给的四百万房款 被大嫂拿给他爸妈 买了一套房 我爸妈一听 人都要昏过去了 还钱 让他们还钱 嫂子冷哼道 这钱是你们自愿赠予的 凭什么还给你们 而且你们的钱 不就是我老公的钱吗 我老公把钱给我 让我自由支配 我花钱给自己爸妈 买套房子怎么了 他们吵架的声音很大 我手机没有开阔音 都能在监控里 听得清清楚楚 暗叹这世界当真 有像我嫂子这般 不要脸的人 你真不要脸 这哪是你的钱 分明是我和你公公 辛苦大半辈子 好不容易挣下来的养老钱 你们若不想还钱也行 嫂子眼睛一亮 那就让你爸妈 把房子让出来 给我们住 反正都是用我们的钱 买的房 就是我们的房子 嫂子的脸又沉了下去 她拿出了撒手锏 和我哥闹起了离婚 说我爸妈 如果想要钱要房的 她就要和我哥离婚 并把侄子带走 让我哥再也看不到她 我侄子配合的哭闹起来 我讨厌爷爷 讨厌奶奶 你们能不能滚出我家 我妈这阵子 被气得头脑发昏 听到侄子这么说 捂着心脏 喘着粗气 昏了过去 我哥立刻叫了救护车 这期间 她联系不上我 就联系我的经纪公司 公司的陈姐 给我打了电话 和我说明了情况 我哥说 我妈心脏病发 快不行了 让我务必回去 见她最后一面 如果我不回去 她就在网上发视频 说我不笑没良心 她这招确实很毒 我妈如果真被他们 气出好歹 而我如果不回去 把我妈气死这个锅 说不定还得我来背 不过她不知道 他们去的医院 有我认识的师兄 从大学开始 我们关系就一直很铁 在我妈进医院后 我就通知师兄 让她帮我好好关照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师兄就给我发信息 你妈已经醒了 但她死活 不肯出院 还让我给她 出去病重通知书 我妈身子一直好得很 这次纯属被气到昏倒 输几瓶葡萄糖 就可以出院 她不肯出院 肯定是等着我回来讹我 我怎能让她如意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表妹 她因为之前的事 被网爆了很久 对我妈他们可以说 恨之入骨 现在我给她 一个洗白的机会 她几乎没有考虑就答应了 我在家族群里艾特大家 说我妈生病住院了 但我前阵子 因为舆论的原因心力交瘁 也住院了 实在心有余力不足 回不了国看了我妈 希望亲戚们有空的 可以帮忙去看一下 我还发了张 自己在医院打掉屏的照片 我妈还没来得及 在群里说什么 表妹就立刻跳出来道 我有空 我等一下就去医院 有我在 姐就放120个心吧 我妈那边还等着我回去看她 谁知等来了表妹 我让师兄给他们开的单人病房 我妈我爸还有哥嫂他们 正在病房里商量着 怎么把我骗回来 然后讹我的钱 这些话都被前去医院 探望的表妹偷偷录了下来 视频中 我哥 等那个死丫头回来 我们就让她把房子过户给妈 可千万不能便宜了外面的男人 我妈 对 等房子过户了 就找个男人让她嫁了 到时候 彩莉还可以给你爸买辆车开开 我嫂子 那也是先给你孙子 她办的幼儿园转学要紧呢 还差30万 那彩莉刚好够 我爸 我觉得还是用她做首付 买套房子吧 我侄子 不要不要 我要去吃好吃的 去游乐园 姑姑什么时候回来 我听说她有很多钱 妈妈说那些钱以后都是我的 都给我留着娶媳妇用 表妹把视频发给我看时 我看完 真的气得整个人都在发抖 虽然前世就见识过他们的狠心 但从没想过 他们竟能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 我也是他们的亲人啊 我人还没死 他们就想着 要怎样处置我的资产了 这还没晚上呢 就开始做梦了 我妈他们还不知道视频的事 我哥的到我经纪公司的回复 说我不会回来 一怒之下 给我妈录了个在病房的视频 发不出去 视频中 我妈面容憔悴 还吊着夜 控诉我是个不孝女 她病了都不回来看她 母女间就是有再大的矛盾 这家人病了 也不该那么冷漠无情吧 这在网上前挣得多了 哪还懂念什么旧情 可是我觉得 之前她家里人 对她确实不怎么样 楼上的 你妈如果快死了 你会因为你妈说了你几句 就和她老死不相往来 连最后一面都不见吗 我看着底下的评论 发现现在的正义人士 还真多 等视频在网上发酵了会儿 我才示意表妹 可以把视频发出去了 表妹已经忍了好久 终于等到我的指令 兴冲冲地把视频上传 并附上一篇小作文 之前我是被我姑妈家蒙蔽了 冤枉了我姐 我终于知道 我姐为什么总是不愿意回家了 因为这个家里 都是一些等着吸他血的恶鬼 之前那件事 热度很高 很多人都在关注后续 所以没多久 表妹发在账号上的视频就爆了 被很多大V转发 视频中我爸妈还有哥嫂 他们的奇葩言论 也引发了热议 以下上热搜 现在全国人民都认识他们了 甚至还有很多公众号博主 连夜发文 教授如何摆脱糟糕的原生家庭 之前同情我妈的网友都被打脸 有这样的家人 也真是倒霉 还有人为他们说话 祝他们也遇上这样的爸妈 总之 我妈他们的算盘算是落空了 现在不仅是亲戚里 回到小区后 一些看过视频的大爷大妈 也对我哥嫂一家指指点点 我向房产公司举报 我哥滥用职权 私自调查民众房产资料 我哥直接被开除了 还被罚了钱 我嫂子所在的私立小学 家长委员会联合抵制我嫂子 不想让他这种 私得败坏的人叫他们小孩 学校迫于压力 也给嫂子停止处理 连我侄子一开始 面试的国际幼儿学校 也拒绝了他的入学申请 我嫂子说是我爸妈害了他 一定要和我哥离婚 我哥焦头烂额 直接把我爸妈赶出家门 这回连一分钱也不肯给了 我爸妈没钱又没地方住 只能气冲冲跑到我的小区闹 只是他还没进门 就被物业发现 让保安赶走 他们在小区门口流连了很久 到了晚上 开始刮风下雨 他们只能跑到天桥底下睡觉 只是他们刚睡了一会儿 就遇到了抢劫犯 前世 我就是遇到这个抢劫犯 他看我一个女孩子在那里 直接把我侮辱了 挣扎中 我被他活活掐死 而他看到我爸我妈 猥琐的眼神 在我妈身上上下扫尸 把我妈脖子上的金项链抢走 我爸去拦 却被打得差点喂出血 我妈哭嚎着 让他手下留情 就在这时 警察来了 抢劫犯立刻把腿就跑 我听表妹绘声绘色的 说着当时的场景 活像他就在现场一样 呸 真是活该 表妹给我打了语音 神秘兮兮道 姐 你知道后面怎么着吗 我倚靠在海警房的阳台边 吹着海风 轻轻道 嗯 怎么着 你爸妈他们气不过 又杀毁了你哥他们家 就看到你哥你嫂 他们受了重伤 你嫂子就疯了 也拿着刀和他对砍 你妈受了伤 你爸你哥去拦 被那俩疯婆子 直接乱刀砍进了ICU 现在正在家族群里 发水滴筹 凑要费呢 听说房子都挂出去卖了 可惜他们房子买在高位 没人愿意接盘 姐 你现在可别回来 不然又得惹一身心 我狠狠吐了一口浊气 听到他们的下场 只觉得是暴影 我怎么会傻的回去 和经纪公司又请了半个月的假 我给自己订了飞机票 没空理会这些烂人烂事 临走前 我给自己化了个美美的妆 往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 大数据不会骗人 当你刷到这里 点赞留下一句 我很好 与过去和解 你将越来越顺利 表妹手速很快 立刻给我点了个赞 留言道 我很好 会越来越好